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佳仁 然後是今天的主持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當主持 就有點緊張 雖然參加了很多場者 那我自己也深度 我也是台中人 然後我從小到台中市長大 那因為我奶奶家在這邊 所以其實小時候 還是會對於這個地方 有一些的印象 那今天 今天之所以要講 這樣的一個主題 都拿來的移工 然後邀請到 好幾次電團隊跟幫 暖報前往編輯 然後向上次幫的主持人 張正來分享 其實是跟這個所在的 這個社區有很大的關係 我記得我以前 大概小時候的時候 中區節目做下來 然後越來越多的外籍移工 他們會在可能週六下入的時候 他們會提起到地廣場的主導店 然後那時候 懵懂我們這時候 就會有個印象 是小時候 爸爸媽媽或是長輩 就告訴你說 不要來這裡 因為這裡很危險 然後這裡很可怕 這裡治安很差 所以那時候對於 地廣場或主導店 一直有一種就是 很像是一個治安的 惡定的難度站 那後來就是上了台北念書 然後接觸到各個的議題 然後重新去重新去看待各式各樣的議題 包含東亞來的移工朋友或是自己 那再重新因為機會回到台中這邊 街附生活 然後開始慢慢的 比如說在周五晚上 周早吃的就會有時候會晃到 那個青草街裡帶 那裡有非常多的越南料理 泰國料理跟飲料理等等去吃那邊的小食 然後開始會認識裡面的 他們的老闆老闆娘 或是打工的公讀生 然後我記得周日的時候 如果大家一半日有機會 真的可以好好來地廣場走一走 因為那是一個 你不會想像在台灣的城市裡面 會出現的這個風景 因為隨著中間摸摸 所以其實很多的東南亞 很多台中人他其實現在都會去 可能搜索會提供市面城市不消費 那下來的時候那地方 就全部都是一些來自泰國的移工朋友 然後你會保存在那裡邊 就就到了另外的一個異國情境 然後裡面的那個相處我就是很有趣 就有人會在那邊傳教 然後有人會在那邊就是搜索那個 我也不知道是3C小卡還是什麼東西 然後很多人就是貨家貨桌就會聚集在那邊 然後男性說愛啊或是那個就是硬要跟美女聊天啊 就是很多就是非常日常生活的那種 休閒的活動在裡面 那甚至像太北小吃也 就等一下Aven他們會分享他們 這次旁邊在那邊會有一個活動 然後裡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好OK 然後我們在那裡吃飯的時候 身邊就充飾的一共朋友們 就是非常大聲的來唱歌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空間一份 那我想當大家其實都講了很多自己的經驗 跟這些外籍朋友們的故事 那其實我自己會很好奇或是很關注的一點是 今天在他們兩位分享完之後 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可以做的 就我們可能往往都會覺得說 對我看到這個問題我看到很多人的歧視 那我可能自己也有點害怕但是我可以做什麼 那我覺得這才是我自己可能最關注 所以就先拋給你們這個問題 那那接下來介紹一下今天兩位的旅台人 那Adrian公安是其實是好辦的一個團隊 就是我們在今天三月份陪幣的一組團員 那他其實不是台中人 然後他等一下應該會講這個故事 為什麼他要來做台中這個故事 然後還要做東亞移工的這個影片的創作 那所以那時候就看他這樣子一路的 就是深入這個地方 然後做了這樣子的一個影片 然後張正式機器人的四方報 大家有聽說四方報嗎 就是四方報是台灣 我記得是第一個在為這些東亞移工們 所辦的一個就是報紙 那現在有泰文 這邊 大家可以 大家看這個影片 大家可以看 然後 張正式機器四方報的前總編子 然後現在他們也做了一個通常西方的網站 我今天還上網我今天二子一下看了一下這個回覆的影片 然後我記得裡面有個女生唱歌飛行時厲害的 對 然後我想她等一下應該會分享 那 所以我想這邊就是我就不再多說 那就先請第一位 對 他來分享 好 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跟您假定已經覺得 然後叫我從鳳安或是從鳳安就可以 鳳安是我創作的名字 然後 這是一個我個人感覺充滿正義感的天王 就跟大家分享 然後 所以 我就 我自己覺得 有點緊張 這樣 那 很謝謝大家 來 然後也謝謝大家 有這個機會讓我們做 某種程度上面的連結 這個連結 我想到這個字是 剛剛 回憶剛剛 一位形成卡 站在這邊 他說 他說 就是 人與人之間 如果沒有標籤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 就是那一個 那一個溝通之間 一來一往的感動 那 所以我今天的一個短短的 演說 跟稍後會做 放映了我的 一個小小的創作 都在討論 關於人的連結這件事情 只是因為 為什麼睡在這個場合 因為我覺得 我的 我們這次的創作 跟 剛剛 今天的主題是 有一個 一程度上面的連結 那在開始之前 我想要分享我們的編劇說 一句話 他說 這個城市裡的人 其實每個都是流浪者 那 我覺得這句話 是我在看劇本的時候 最喜歡 也是共鳴最大的 因為我現在開始說 一些大大小小的故事 我自己的故事是 我在小時候 十三歲的時候 我就開始自己一個人 在世界各地流浪 那一路到現在 我待的最久的國家 就是澳洲 然後 我在澳洲看到了 聽過去的朋友說 他們的所謂的歧視現場 比較嚴重 但我去的這幾年比較幸運 然後我就能體會到 剛剛那位先生分享的 所謂 比如說你在工作的時候 每一個國家來的人 我們最多只會好奇對方說 你會說幾種語言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東西 是一個很有趣的意思 很有趣的交朋友的方式 所以 我一直覺得 我不屬於哪一個國家 其實我屬於在台灣 或者是說 換個另外一個角度而言 就是 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是屬於這個 整個地球或是世界的 所以某種程度上 在我們的心裡頭 覺得自己就是 都是在流浪 所以放遠一點來看 其實我們這次 在創作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的想像 台中的中區 它就是一個銀河系 然後每個不管在這邊的 在地的台中人 或是來台中工作的外地 外線式的人 或是別的國家的人 或是來旅行的人 某種程度上 每個人都在流浪 所以我們是一個 想要靠近別人 但是又想要自己 行走的一個行星或是流星 這大概就是我 這次創作的一個 氣氛這樣子 然後其實一直對我而言 政治或是社會議題 之類的東西 對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很 離我很遙遠 但是我在澳洲生活 那段時間之後 開始去感受 或是開始去感受 去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 文化上面 因為文化上面的不一樣 而有一些火花 還有一些有趣的故事發生 那我會 來了台中 我前前後後在台中 大概兩年的左右的時間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城市 很像我在澳洲的城市 然後我在這邊 開始去感受去體會 所以我們是一個團隊 然後我們認識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一直都在默默的做創作 那我們其實做創作的理由 不見得是想要去改變什麼 但是我們唯一相信的事情是 我們做這件事情 希望它會像是一個微亮的光芒 然後開始去 人緣那麼一點點感動給人 然後大家就會去思考 這個影片或是這個創作 或是今天討論這個主題 大概就是這樣 那在播放影片之前 先聊聊我在做這個作品之前的一些故事 我認識了好快以後 然後我發現了第一廣場 其實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因為我當時鎖定中區 所以我就開始去逛 然後我一直都對那地方 就是有一點感覺 但是沒有那麼深入 直到這個半年來 我們開始做大量的田野調查 然後我們開始去想像 開始去蒐集故事 那我們跟我們的 我們這個團隊非常的小 就是一個編劇 還有我還有導演 然後再來是音樂創作 然後我們在幾次的開會 或是在純粹感受 當作旅行流浪的時候 在某一家中區的第一廣場 一個小吃店 然後就是等於說 親眼的經歷到 親眼的目睹到 一個在那邊經營小吃店的 新移民 然後他們在 如何跟台中在地人的互動 還有台中在地人 就會對他們的陌生 而對他們產生的一些誤會 那這些東西我們就 對於我們一個作作品的人 其實是一個很有 很有很有張力 或是很有戲劇 或是很有討論 很有挖下去的 的一個 一個 養分 那 所以我們一起創作了自己 花了半年創作了這個作品 然後我們先來 就是看一下這個作品 然後放完作品之後 再分享 做完作品之後的一個故事 不好意思可以先幫我把這邊的東西洗掉嗎 謝謝 全部嗎 大家可以全部洗燈嗎 好 謝謝 多指靜 好 老闆 okes 有 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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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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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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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